非常多非常多研究数据都会显示说 现在员工其实在乎的 不只是薪资 不只是可以修多少价 那透过健康建筑 可以让员工留下 其实有很多 第一个是他当然是他比较 他觉得在这里工作是健康的 对那第二个是 他会有一个幸福感产生 他会觉得哇 你看公司会有做这么多 他居然会为了我们去设计一个补给肚子 一个沉浸室 一个健身房 他一直在为我们做这个事情 新闻荧光笔帮您画新闻的重点 哈喽大家好 我是Nancy 近来荧光笔做了一系列 跟环保永续相关的议题探讨 实在是气候变迁对环境 人类生存 还有国家的安全威胁越来越大了 我们常听到高温不断的破纪录 还有极端的气候 这些已经从不寻常 现在感觉好像变成了日常 那么全世界130多个国家提出了 2050年近零碳排的宣示 永续一提出了聚焦ESG中的 一环境的部分之外 其实S所关注的人的部分 也是企业永续营运的重要关键 上一集我们邀请到了 绿菊整合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黄嘉明 黄博士来跟我们分享 企业的减碳趋势 还有国际绿建筑认证LEED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聊聊 因应人的健康 还有幸福感而生的健康建筑认证 如何产生影响力 与绿色人才的需求趋势 哈喽博士 哈喽大家好 博士我们知道 鸿海总部虎药厂 在去年获得了国际健康建筑 FITWELL的认证 那么是全球最高分 是的 那这个部分也是你们协助的 对不对 是的 对 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专案 因为他跟我们上一集讲到 红国大楼有点类似的地方 也是一个三十几年的楼 对 那我们那时候其实有思考过几个方向 就是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在科技厂上班的压力很大 对 那尤其像鸿海又是一个龙头的一个企业 那肯定里面的压力就特别的大 对 那其实我后来去做了一些调查之后 我发现说其实在虎药厂里面的同仁啊 还蛮不错的 他天生就有一些蛮不错的一个 一些设施存在 例如说他们有很棒的健身房 他们有一个健康中心 过去我们知道的健康中心 可能就是里面可能有护士 护士小姐住点这样子 他们可是有医生住点的 哇 对 那甚至像他们在虎药厂里面还有食品实验室 这个食品实验室要干嘛呢 就是要去检测员工中午吃的东西 到底健不健康 安不安全 天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企业本身已经对于呃员工的照顾已经设下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一些一些保障 那这一次我们进场 因为我觉得他先天性已经有有一些很不错的条件了 那我们进去其实有帮他辅助去确认一些可能比较偏软体面的东西 对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像爬楼梯这件事情 因为虎药厂他不是一个很高的楼梯 对那我们在不是很高的楼 所以爬楼梯上下楼是可行的 对那我们在健康建筑里面哦 会把楼梯视成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健身器材 你什么房子都必须要楼梯啊 对所以如果楼梯变得有趣 那其实你会多鼓励通人去爬楼梯 可以插个话吗 请说 原来你们设计绿建筑或者健康建筑这些哦 是很有创意的 对啊 我怎么会想到说楼梯它是健身器材啊 对其实因为这标准是从美国来的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标准好了 这个标准Feedwell这套系统 它其实是美国疾病管制局CDC 疾病管制局的名字是疾病与 预防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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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后面有出现一个预防 意思就是说 我不是等大家生病 我在来管制 我是要做预防 所以它其实很早期就做很多研究 它发现建筑物有很多东西会默默影响着你 对 里面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就是说 他们曾经做一个实验啊 他说哎我 我有一张照片是一个赛跑选手 冲过终点的那个画面 那是很激励任性的一个画面 然后他就说好 我分两批人去做募款 有一批人他的募款 但上面有那个照片 一批没有 然后他们去募款之后 回来去看那个募款金额 有照片的金额比较高 然后他们再请他去找回来那个募款的人 他说哎你记不记得那个募款单上面有什么 其实他们不忘记上面有什么 也就是说他当他看到那个比较激励性的 比较正面的东西的时候 他其实体 整个精神是朝正面的发展 他他那个募款金额 他敢写的比较高一点 对这是一个有趣的实验 意思就是环境中 其实很多东西开始在影响你 那如果这个环境是帮你带向正向的 你就是会朝正向发展 如果带你是朝要负面的 那你就是朝负面影响 对所以建筑物很重要 那美国CDC他就做很多调查 发现也不能把所有的research paper 都拿来做认证 这样子大家会无所适从 所以他们就跟一个叫总务署 GSA他们就说 好那你管所有的公有建筑 你就先做个测试 最后收敛起来七十几个条款 那他就说好这七十几个应该可以让全世界来使用 那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标准 第一个好处是说 其实我很欣赏这套标准的核心价值 它叫building health for all 意思就是 我自己翻的中文 因为我没有翻 我翻的是健康建筑 世界共享 哇好棒你直接slogan了 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有跟总裁有聊过这件事 他总裁叫Joanna Frank 他其实来过台湾几次 那我之前也有在新加坡 有跟他碰个面 然后我就聊到这个 我说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我就告诉他我的想法 他说没有错 他们希望健康建筑不应该是特权 不应该是你很有钱的人 才值得拥有健康 而是应该是大家都要想办法达到健康 所以这个认证系统很有趣 他没有任何必要条件 他不设门槛 他希望你每一个建筑都朝那边去做发展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 我就跟鸿海说 这是一个30年的楼 我们要装什么设备 什么设备 那种几率不高 再加上你还是在运营当中 你的产线也不能动 也不能怎么样 倒不如找这一种 就是完全没有门槛限制的 那我们想办法把不好的地方 再稍微去做扭转 对所以这是一开始 为什么Feedwell会跟鸿海这家公司 会match在一起 是因为我觉得这很适合 可以试试看 对那这个做的过程中 我就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到 我发现他们有很多很棒的东西 为了员工所设置的 那当然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努力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楼梯 那我们也制定了很多的policy 就是软体的部分 例如说 我就告诉他们说 哎你知道一个好的室内的空气品质 应该要怎么样吗 如果你搬进一个新家 或者你到一个新的餐厅 你有闻到所谓的新家味的时候 那个就不是好东西 就要赶快跑 那个空气就很糟 那个就是有甲醛或有一些有机化合物 对所以我说 但是这个事情不是从选材料而已 它其实是一连贯的 会从你开始设计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很多 现在大家都讲工业风 这种工业风其实是安全的 因为装修量少 那如果你的装修量要精致 要奢华 要漂亮的时候 那你的选材就很重要 对所以要不就是你的中修量 要不然就是你的中修的过程中 选材选得很好 那第二个步骤就是施工管理 因为我们工程进行中 有很多东西是无法避免 它一定会有异善性的 那这时候其实你施工过程中 你要尽量去隔绝那些区域 或者说施工过程中 你就要把它排气做好 对那一直到完工 人进驻之前 你就要开始做大量的换气息 这个空间 对那最后你再补一个 施工空间检测 这个当做一个验收条款 那这样子都完成了 那这件装修才算是一个健康的装修 那所以我们会帮他制定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说你之后这个场域里面 如果做这种小型装修的时候 麻烦照这个规矩走这样子 对所以这里面 当然有很多东西我们觉得 也没有 后来也没有想到说 其实创造出蛮多的回想 例如说我们刚才 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在胡耀 我们有去设置一个叫鱼菜工森 有有有这个还收到一些媒体的报道 对他们在顶楼 他们后来就说 其实顶楼也没干嘛 因为本来就要进烟了 本来健康建筑里面是不允许 连顶楼都不行的 是不允许抽烟对 不允许抽烟 其实你会有一些闲置空间 以前的吸烟区可能会有创造出一些闲置空间出来 那闲置空间的话 我们当然就想办法说 那我可不可以来种些菜 我可不可以把鱼也放进来 然后就变成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花园这样子 对 那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这个 这个这个过程中跟他们的同仁 开始做很多很多脑力激荡 然后就说 好这个好玩 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再把它带进来 所以他们的员工自己种菜吗 对 他们会有类似像社团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对 就是你喜欢去去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趁你闲暇的时候 就是例如说中午休息的时候 照顾一下你的蔬菜啊 然后他成熟了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这样子 我们通常在推动这个叫可食地景 或叫开新农场的时候 尽量不要把它做太大 因为那个就叫耕种 那就不叫活动 对 所以大部分是让他感觉到趣味性 那这个动作会带领出大家思考一个 叫健康饮食的概念 有可能他过去都吃炸鸡 那他会觉得 这个好玩哦 那所以他增加吃蔬菜水果的机会 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你有没有试过自己种草莓 怎么种都不比外面漂亮 好吃 对 所以这过程中 大家会思考到食安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都种不漂亮 因为我们的肥料 我们的农药 都没有下很多 但是那才是原本草莓该有的样子 对 所以这过程中 其实这个可食地景 它可以创造出很多跟健康的连接出来 健康建筑这个部分 是不是就说 好 刚才光是种菜 种蔬果啊 这些哦 这个就是一个健康 然后这是健康的环境 跟大家健康的交流 这样 然后呢 回馈到大家吃的这个部分 也是健康的 那好像就交流 这个空间环境的设计 大家有一个健康的交流 这部分也很重要是不是 是 其实我们现在会 开始鼓励很多公司 当然这有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跟传统的公司 或者跟外商会有很大的区别 因为在外商的公司 其实都蛮常出现一些 例如说普吉路市 陈静市 那你知道陈静市要干嘛吗 我知道陈静市剧场 跟陈静市的一些 就是科技的设计 对 但你的陈静市 陈静市呢 大部分是用 例如说我们公司 假设有穆斯林 他可能想要祈祷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安静的 在那个房间祈祷 又或者是 刚被老板骂 我很想哭的时候 可以在里面痛哭一场 但哭完出来 心情就变好了 之类的 所以陈静市是让你 心情回复的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不需要什么 它就是一个隔音要好一点 舒服的一个沙发 躺椅 然后里面放一些盆栽啊 让大家可以比较 比较舒适 比较 比较轻松的在里面 休息片刻的一个地方 我马上转换了 另外一个输压空间了 对 对 然后还有一种东西 就是这个 跟陈静主会有点点结性 叫做 弹性使用的空间 我们现在 因为大家现在平宿 其实都不大 土地很贵 所以你在租赁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 其实像传统很多公司 喜欢把会议室隔了很多间 那我们就说 那你会议室可以用活动隔间 再加上活动家具 所以 所以其实同仁 如果我们可以带一些活动 例如说 很简单的拉伸 每个人都坐在办公室那么久 其实大家需要一些 很简单的拉伸动作 可能可以上一些瑜伽 可能可以上一些掌座 甚至我楼上的水果栽下的时候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试吃 那这时候我们都需要 不一样的场 不一样大小的这个空间 那这种空间 其实我们可以透过会议室 的这种活动设计的方式 去把它做出来 对 所以 的确没有错 就是 我们必须设计出场域出来 然后必须 让这个环境是出现 可以吸引他们 可以告诉他们 一些正确讯息的地方 来上班就是 我不是只有压力跟工作 来上班 哇 原来变得这么好玩 对 而且呢 我的空间是一个同样的空间 但我可以再利用 或做很多的变化 没错 好 回过头来啊 刚才您讲到就说 哦 原来爬楼梯 那个楼梯 我们是可以当做健身器材的 是的 所以 红海的员工 很多都爬楼梯嘛 对 因为其实他们本来就对节能 这件事情有一些措施啊 所以他们本来就很鼓励 同仁趴楼梯了 啊只是说 后面又多了一些 例如说你可以 有很多种设计方法 像在红海里面楼梯 我们会 在楼梯间啊 张贴一个很胖的肚子 跟一个很苗条的身材 然后就告诉你说 你搭电梯就是会变 很胖的肚子 走楼梯就变得 很苗条的身材之类的 对 就是会变一些趣味性的 那像我们有在其他的案子 有设计 台阶上面有可以贴上卡路里 就让你知道说 我怎么爬怎么爬 我今天捡了多少卡路里之类的 所以楼梯其实可以变得很有趣 你们真的很有创意耶 你们在楼梯间做了这些设计 而且这些设计是非常具体的 然后是会对大家的心理 真的产生影响跟变化的 你真的让我想到 你知道吗 以前啊 我们念书的时候都很喜欢 就说 好 我今天要买一件 比我自己还瘦的衣服 你知道 我本来是L号 就偏偏我要买成一个 XS XS号 对 这样子 然后我有一个期待 对 我就是要变成那样 所以你们在楼梯间 放了一个很胖的照片 跟一个很瘦的照片 对 好 我相信这多多少少啦 应该对有些人 会有一些些的影响 是 就鸿海的部分 你觉得还有什么样特别的 是可以 一定要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在讲 有一个东西叫 叫轻 轻生命的设计 这件事情 其实他们也大概 会去思考到这样的议题 因为你知道 鸿海的办公室 就是很多很多的产线 那大家基本上都是 类似在一个 制造的程序里面 对 所以你从外面 从土层那一看到 那个鸿海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它现在是被那个树 围起来的 对 那被树围起来 当然有很多好处啦 一个是因为自然的问题 就是我围起来 我很容易把我边界定义出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设计里面 会希望 把自然的元素带到 我们的室内来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这是有理论的 就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科学家发现说 人原本有一种本性 他喜欢去接触 不一样的生命体 例如说 我们带小孩去公园的时候 因为小孩是最 最接近人原始的本性嘛 他喜欢去喂鱼 他喜欢去喂鸽子 这就是人喜欢接触 大自然的这个原因 对 那所以呢 这个学说其实会被 套用在很多地方 例如说我们听过一个叫 疗愈原液 对 对 就是你心理上面有一些 压力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你透过原液的这个动作 你可以得到输压 这都是 这都是有一些证据的 那在COVID-19发生的时候 其实美国的医院 他也发现说 我隔离病房里面的病人 心情很浮动 因为初期大家不知道怎么办啊 所以大家会不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那所以他们就改 做了一些改变 他说我在他房间 放了一些盆栽植栽 我每天播放那个 虫鸣鸟叫的声音 然后我让他看那个 那个那个国家地理频道 那种大自然的 那些影片 他们发现这样子 在这样空间隔离的病人 很快痊愈 就可以离开 对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接近 自然元素的时候 它其实在影响你 而且是带你到 正向的方向去 所以我们在很多的场域 我们开始试着说 我把很多自然的东西 放到这个空间来 对 不只是原意 你有可能放鱼缸 你有可能放画 你有可能放木纹的东西 石头的东西 其实都可以 就是让人尽可能 去接触到原意 对啊 所以我们在 有时候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去思考说 那我那些植栽 到底怎么放 让大家视野可以看得到 这样子 对啊 那红海其实 还有一个地方蛮有趣的啦 他 我们刚进去那个 虎药厂的大厅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 很多绿色的植栽 那些都是株林的 他连循环经济 这件事情都想到 他是用租的 他是用租的 他就说 所有的植物 他基本上都跟原意公司 签约合作 对那就是 当然要定期推 他们去晒太阳之类的 但是就基本上就是 他们 不要说 花气啊什么东西 会变成是废弃物 所以他们是保持一个 循环经济的一个想法 哇 这个蛮特别的 对 亲生命设计这个东西 所以他也站在 健康建筑这一环吗 是的 怪不得 所以 要把自然的元素 带到一些空间 或者甚至带到 建筑物里头 这样子 对 我就从你们的网站看到 国内外 其实也有很多这样子 哇 看到很特别的一些 像消防局 很特别 跟我们平常 刻板印象的 那个消防局 不一样的空间设计 这等等的 是 好 所以呢 这么棒的一个 为员工考量的空间 然后 甚至呢 就是对他们的心理 对他们的生理 都是健康的 员工就不会想离开了吧 哈哈 其实是 是这样 没错啦 就是说 呃 有非常多 非常多研究数据 都会显示说 现在员工其实在乎的 不只是薪资 不只是可以修多少价 那 透过健康建筑 可以让员工留下 其实有很多 第一个是 他当然是他比较 他觉得在这里工作 是健康的 嗯 对 那第二个是 他会有一个幸福感产生 他会觉得说 哇 你看公司会有做这么多 他居然会为了我们 去设计一个 普及肚师 一个沉浸师 一个健身房 他一直在为我们 做这个事情 那还有一些东西 叫可视化 就是很多数据 我们会揭露出来 例如说 我们会请公司 去做空气品质检测 那甚至 像我们的 另外一个客户 Lenovo 电脑公司 他们每个办公室 其实都有 那个即时监测系统 所以他同的 每天都可以知道 我现在的空气品质 状态是什么 嗯 对 所以透过这些数据 其实大家会感觉到 哦 原来的公司 对我们的照顾是这样 那再加上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开始 跟客户沟通 有一些支持的动作出来 例如说 当然只要看公司规定 啊但是我们会经常去影响 他例如说 呃像台湾 男生的赔产假 就三天嘛 呵呵 那如果老婆是 呃是 是婆妇产 倒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自然产 你又请错了 那你就没有赔产假了 嗯哼 对 那所以我们 可以在这方面 多一些支持给他 例如说 可以 可不可以更弹性 嗯 或者是辅助一些 像walk from home 的方式 去支持 对OK啊 你这三天请的 那还没有出生 没有关系 那你后面用walk from home 的方式 薪水还是领 嗯 你不要说 哎 就是这我就会 要错过小孩 出生 还是说我要去领薪水 这不要让他抉择 你说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陪他 你就用walk from home 的方式 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 这这些都是软性的 那我们就要开始 跟老板做很多沟通 说哎 这个对 我觉得 你没有损失啊 而且 很重要一件事情哦 如果我们把一个 企业的经营 摊开来看 嗯 我们上一集 讲到的节能 对 他其实不是最重的 一笔钱 最重的是 人 你看你要hire 员工 他每个月的薪水 每个月的劳健保 再加上 你要给他场域工作 再加上你要培训他 那他走了 你的损失有多大啊 真的是 对 所以 所以 与其这样子 这跟我们讲的 节能的投资 都是一样的相反 我现在出几成本 我就是把这个场域 弄得非常好 我就是把你留住 让你觉得说 我离开这里 我没有办法再找到 更好的工作 那对我来讲 很省事啊 我全你这些 我都没有浪费啊 我就是好好培训你 你好好帮我们公司工作 对 所以这是 这是一个反向思考 那 呃 我觉得外商 在这件事情 他们的思考的逻辑是 是是还OK的 对 比较先进 比较现代化一点 对 然后他们在架 在支持这方面 他们倒也OK 他觉得对啊 就是弹性公司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议题 就是那个疫情啊 疫情 疫情教会我们很多事情 就是 以前传统公司 基本上老板没看到 你就是没温度 你就是没有上班 对 所以很难接受 work from home这件事情 但是 疫情推着大家 适应的这件事情 所以 现在老板 如果如果产业可以的话 因为产线 你你你很难 work from home吧 你产线在公司 但如果你是业务 你是 RD 你是研究的 那我觉得那个问题 可能就不大 对 所以越来越多 传统公司开始 接受这个事情 那你一旦有 work from home这个机制出来 其实很多support 会出现 例如说 像我这个年纪 有可能爸爸妈妈 年纪比较大了 他有时候可能要去医院 那没有人带他去啊 会焦虑 那个会焦虑 所以就是会造成 我们在工作上面的 心情的不舒适 但如果公司的支持的政策 非常完整的话 我不会焦虑啊 我就是申请用过 我还是可以带他去 处理该处理的事情 对 所以这也是健康建筑的一环啊 会牵涉到公司的 政策方面 所以我常常在思考说 透过绿建筑跟健康建筑 某种程度 他在ESG的完整度 他可以支持到非常 非常多的策略出来 对于节能 对于员工的心理 幸福感 健康 这些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Work from home 很多的传统产业的老板 他们可能一时没有办法打开 这样子的思维 那你们甚至在帮他们做这样的设计的时候 还要去跟他们做交流沟通 对的确要的 我可以进一步请教吗 有没有遇过很难沟通的 其实倒不是说很难沟通的 因为我们不管在做什么事情 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业主的期待 我们其实英文叫owners project requirement 就是说他对这个案子的期待 因为他才是他才是主人 对所以我们会依据这个他的期待 帮他慢慢带向 绿或健康的这个角度 那每个人调的方式会不一样 例如说我曾经遇过那个 传统产业的老板 那他遇到我 他就直接给我看那个 Google office的照片 跟我设计师讲一下 我要设计这个东西 那我就说不是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办公室的设计 跟企业文化会扣在一起 你去想想看 你连同仁去超水间倒水的时间 你都会注意的 那你把一个撞球桌子 他会敢去撞球 我不敢嘛 那所以那个东西之后会收掉 但是你说这样的企业 能不能多一些健康的元素出来 也是可以的 所以是因人而异 像这样的企业 我们可以说OK啊 没有关系 同仁上班就好好上班 但是我可不可以 让他视野好一点 我不要把他关在像一个监狱 一样的地方 我视野好一点 对 然后我试着在我的厂房附近 有一些比较健康的设施 像你可以用一些篮球场 足球场 小步道 如果有厂区够大的话 那同仁下班至少还可以 在那运动一下 不违反嘛 你让他好好工作 工作很下班 又或者是你的 你的产线是在大楼里 你可不可以在一楼 你去找一些像比较知名的托儿 托儿中心 育儿中心进来 或者是日照中心进来 那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 小朋友就放在那里 下班的时候就带着一起回家 哎 妈妈不用担心 四点要接小孩这件事情 那你的妈妈 你就是妈妈的员工 是不是很安心 很认真的工作 他就在楼下 他不会有什么事 中午还可以去看看他 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健康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要因人而异 你要根据他的特性 开始去做调整 那所以 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 Feed World 因为他就 Building Health for All 他觉得每一个人 都应该有机会 去得到健康 对啊 但是那就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必须帮每一个人 开始去调整他的体质 让他朝向健康的方向走 嗯 就是所有的这个老板 如果大家都是很为员工 嗯考量的话 当然啊 我们 你为我考量 我当然也会努力为你做事 当然也很谢谢你 给我这样子的一份工作 我想大家会是一个很好 正向的循环 对 很正向的循环 没错 好 那说到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们一直在为 呃 国内外的这个各大企业 在做这方面的一个认证 或者这方面的这些 呃 需求的设计这样 那呃 你们呢 也在培训 这样子的人才 对不对 对 呃 这有点像是我们 近期发现了 因为ESG的一个议题 很多公司开始成立 类似像ESG部门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组织架构出来 那 说真的 就算成立了ESG部门之后 可能大家还是 不知道要干嘛 对 对那所以呢 呃 我会觉得说 其实 呃 公司的同仁啊 尤其是ESG的部门的同仁 他应该要具备一些 应该要具 应该要有的一些知识啦 或者是尝试 对那所以 当然我们现在分两块 一方面是说我们跟像 台北的资展国际 就是之前的资设会 那在台南我们跟成大的 那个基金会合作 我们有办理一些 就是这种专业人员的培训 那专业人员培训的对象 会比较偏向 就是说 哎你刚好要找工作 你想朝这方面发展的 有志知识 就去上这个课 对那上了这个课之后呢 也不能保证说 你考到证照 就很厉害 就一定能怎样 就是对就一定能怎样 我常常跟学员说 我跟你们讲哦 考上证照之后 你隔天睡醒 你还是你哦 你不会因此而薪水变多 那还不知道 因为你要展现出 你的价值出来 才会有什么心智 那不一样 但是至少你会了一个东西 叫共同语言 对就是我们台语讲的 韩奥威 就是你至少在 跟绿建筑的人沟通 你已经会讲韩话 你已经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这些人 基本上就是种子 因为我希望带给他们 除了考证以后 就是正确的观念 那我就常常跟他说 也许有一天 你是我的竞争对手 你是我业主 都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都是做对的事情 这就没有问题 对啊 他们就去上课嘛 那第二个事情 是我们开始做 企业的培训 基业专办培训 就是我刚才讲到说 意识局部门的同仁 就像刚才讲到的 哎 健康这件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套Google那一套 所以每一个ESG部门 你要做的事情 也会不太一样 对啊 所以我们就会跟你沟通说 什么是你应该具备的 那什么时候 你应该去找到一个 第三方的角色 来帮助你 对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其实可以让 ESG这样的事情 走到比较正常的一个层面 比如说大家说 哦ESG ESG 但我不知道 ESG在干嘛 这样子 我想透过就是黄博士 这么深入简出 告诉我们这么多观念 还有这么多的范例哦 我想大家对于ESG 对于利的 对于绿建筑 还有健康建筑 这方面 会有很多的了解了 那 最后有没有 您觉得 特别 希望提醒大家的 或者想要呼吁的 好的 那也很感谢 有这次的机会 可以到我们这个 实际这边来做一些分享 那我自己 其实我们公司 我常常跟我们同仁 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公司自己的核心价值 就是为了下一代做努力哦 那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开 我创办绿局这间公司 是因为我自己的小孩 我在他出生的那一刻 我真的很感受到说 哎 我不只是一个绿建筑的人 我甚至是一个爸爸了 就真的是小孩出生 那时候我才感觉到我是爸爸 那身为一个父亲 你应该要给他一个 是什么样的环境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的环境是越来越糟 越不适合人去居住 所以我们应该要穷尽 我们这一代的所有的力量 想办法打造出一个 适合生存 适合居住的环境出来 对 就是不要把债留给他嘛 至少我们这一代 可以处理就处理掉 对啊 我们已经是最后一条防线了 我们是绿建筑的从业人员 我们如果再不防守 那可能很多事情就会失控 对 所以也会希望说大家一起来 那当然也很感谢就是 我觉得像慈激这样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示范 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非逆组织 但是我们一直在朝向这方面去做努力 那大家一起动起来 我觉得还是可以改变世界 还是可以守住这个地球的啦 对 就是大家要有信心 要去做改变这样子 如果人人都改变的话呢 改变世界 让地球更美好 就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一个slogan了 没错 对 然后听到了博士讲说 留给下一代一个更好的环境 那您亲身的这种一个很深刻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很感动这样子 对 然后呢 今天也学到就说 其实健康建筑 绿建筑 不是我们只是表面印象的说 只是绿意盎然而已 它跟整个空间 整个环境 还有你经济 还有跟人的健康心理 都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我真的就是乐观期待 越来越多的人 我们来了解 到底什么是健康建筑 绿建筑 或者esg 越来越多的企业 大家一起来提倡做这件事情 是 谢谢 谢谢博士 谢谢 感恩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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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